高雄2021跨百光年系列活动 已经在日前热闹开幕 因应疫情 高雄市府甚至还跨局处的跨速反应队 要来穿梭在这中间饥茶 劝导民众要记得戴口罩 不能够吃东西 为了祈求瘟疫退散 市府还特别请来了 文王爷下电起架 坐镇海上舞台 把王爷请下电起到软轿上 准备起架出发 庙方跟信仲们公送 服教的是高雄市府官员 分别是文化局跟新闻局长 两位官员服教 一路要跟着温王爷到海上 高雄2021跨百光年系列活动 已经在12月24号启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市府防疫崩弃神经 还特别请来沿城区 北野丁温王庙温府大王爷来坐镇 今年对全世界 对台湾对全世界 都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年 但是也在政府的领导之下 还有我们全民的配合之下 其实台湾成为世界的典范 海上舞台在7点45分的时候 进行一个核温压煞的一个仪式 那再结合无人机的一个展演 我们希望呈现一个亡船的图案 来象征一个除煞的一个意涵 现场也将在海上舞台进行一场 核温压煞的科疑 在台湾民间每当流传瘟疫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温神 也就是王爷来作证 这场起驾到海上岸做的仪式 全程遵循鼓礼 地狱店及圣堂八家将 落地吹等镇头开道 仪式相当的隆重 透过这样很台湾的方式 来祈求活动顺利之外 也为全世界祈福 希望瘟疫能快快退散 华时新闻邱君平邱显雄高雄报道